接下來要交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接下來要交的是個重要的事情 我要告訴你所有跟利有關係的問題要如何解決 這個想法到國善要拿出來用 甚至你上高中都是一樣的想法來解決跟利有關的問題 利有三要素大小方向吃一點 所以我們有關利的解決問題的時候呢 第一件是要先問自己誰受利 C一點到底誰受利 是A受利還是B受利 還是A跟B合起來受利 搞清楚到底誰受利 第二個 受哪些利 到底受哪幾個力量 把利圖畫出來 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弄清楚 第三件事情合利多少 合利只有兩種 等於0跟不等於0 不等於0的 我們國三在交 目前為止 你學會都是等於0的 合利等於0 向上利等於向下利 向左利等於向右利 就是解決利的問題的三步驟 請學會請知道請記得 上高中都這樣解決的 一 誰受利 二 受哪些利 三 合利是多少 目前為止 合利都是0 試著看看 密度0.6 體積250 完全壓到水裡面 請問你 要手要施利多少 好 誰受利 木頭受利 二 受哪些利 畫出利圖 有一個東東被我壓到水裡去 一個利 重量向下 二 我手壓的力量向下 三 壓到水裡有個浮力向上 所以畫出利圖 看懂了嗎 OK嗎 好 重量向下 施力向下 浮力向上 平在不動 所以合力多少 0 平在不動 合力是0 所以向上浮力等於向下重量 加上我的手的施力 他要問我手施力 表示我要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浮力有多大 第二個是重量有多重 重量就是質量大小一樣 體積層密度 有體積有密度可以算出來 所以算出來150 還差一個浮力 浮力怎麼做 浮力兩招嘛 一招叫做減輕的重量 一招叫做排胎的易重嘛 這題顯然用誰做 排胎的易重嘛 因為你可以知道體積多少 對不對 所以排胎的易重 排胎一體的體積乘一體B度 250乘一250 好了 塞進去吧 浮力250 施力不知道 重量150 所以施力多少 100 只有100 所以答案就是A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換你 跟剛才完全一樣 也是一樣 跟剛才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全部都一樣 除了數字不同 其他通通都一樣 請問你要手要刮力量 好 這題跟在哪裡不一樣 劉錫長也不算完全 劉錫長說話沒有完全一樣 為什麼他那個一樣 因為他沒有體積 他沒體積 剛才是有體積對不對 沒有體積 所以你要算體積 怎麼算體積 怎麼算體積 我算體積 青色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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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哪有別的 一二三四五就寫數字 你說一百 對不起我聽錯 你說一百 一百 誰受力 不同 受幾個力 三個力 壓下去福利向上 重量向下 手勢力向下 對 要求的是這個 第三問題 合力多少 不動 合力是0 所以福利向上 等於重量向下 跟勢力向下 那體積要我求的是勢力F 所以需要知道福利 需要知道重量 重量有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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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不用算了 不用算 這要算福利 福利是排開的一致 排開一致 問題是 問題是 沒體積啊 要回到誰來找 要回到 D等於一分之N 因為它沉下去 所以排開一致的體積 就是物體的體積 那麼怎麼去上 物體積 D等於一分之N 按除 D等於一分之N 好 就算完 喔 五百 五百呢 就帶回去上我的福利 一 幫我的福利 幫我的福利 然後呢 算完之後帶回去 排開一致體積 五百 成一致力度 一等於 施力F 加上重量四百 所以算出來答案叫做 一百 一百 所以答案是一百克重 就是練習十七 好 OK 重點是你要學會我教會的事情 力的問題解決三步驟 一 誰受力 二 受哪些力 三 合力是多少 合力只有等於0 跟不等於0 國三會交不等於0 怎麼處理 目前都是等於0 所以向上力等於 向下力 向左力等於 向右力 就可以了 OK嗎 OK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